黄金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 不过在这个地方 人们守着金山却完全没有地方把钱花出去 库伯尔金矿坐落于北极圈内的俄罗斯楚科塔自治区 离矿区最近的城市在2200千米以外 在这里气温可以低至零下50摄氏度 矿工们只能通过乘坐飞机抵达 所以库伯尔金矿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矿区之一 也是最孤独的金矿 矿区工人来自世界各地 除了俄罗斯之外 还有来自乌克兰、加拿大、巴西和匈牙利 大约有1000名 职工将连续工作两个月 随后拥有两个月的休假 在每天工作的12小时内 矿工需要将位于地下400米的金矿石 从地下的矿脉中提取出来 矿区使用4500吨矿石 这些矿石被放置在移动的球膜破碎机上 通过氢化物在槽中实现过滤 然后被带送至压力积电池上 中底热野炼炉 在库伯尔金矿 一条900米长的隧道将工厂的住宅区和管理大楼连接在一起 当然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中 生活设施更不能被忽视 摄影师Elena Trenashova在参观这座金矿后 看到矿区拥有相当多现代化基础设施 包括温暖的生活区 电视休息区 咖啡馆 一个健身房 甚至有种植蔬菜的地方 和一个摆满宗教肖像化的教堂 接近完善的生活设施 让工人们拥有一种家的感觉 难怪大家都喜欢繁华的大都市 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 即使黄金也无用无之地呀 感谢观看